对于立法会批评,政府过去一年提案比原定的15份少了整整一半 不光效率低,提案质量也差强人意 身为主管的行政法务司司长陈立敏终于开箱回应 承诺会在今年年底把欠下的几个法案送交立法会审议 另外陈立敏又诚心,其实政府去年总共提交了19个法案 只是有些不在法改清单之中 陈立敏直言,目前立法工作比较分散 由部门各自起草,未来将会集中由法务部门跟进 对于法案质量压批,行政会的把关工作也备受质疑 行政会发言人梁庆廷表示,会虚心接受批评 另外,梁庆廷也总结,行政会过去的工作 承认与市民期望有落差 但认为当局有决心进行改革 希望制定更贴合民意的政策 澳亚卫视,蔡平信仙娜娜,江长东,刘俊勇 澳门报道 前回は哪顺族博封市民期望有来爱与ейчас 㫊 露